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贬义自己 以及那些为忠于福音而被歧视者所遭受的屈辱 教宗指出 贬义自己是跟随耶稣和善渡圣州的道路 贬义自己首先是天主的方式 天主贬义自己 位与祂的子民同行 天主的方式不断令我们惊奇 使我们陷入危机 我们从不习惯于一个谦卑的天主 教宗表示 借着表面上欢敬的圣职游行 我们进入耶稣的苦难圣州 在这苦路和石的架下 我们将听到众人及其首领的辱骂 我们将看到耶稣遭到侵卖 被嘲弄 被出卖 被遗弃 被讥讽 我们只有走上耶稣受屈辱的这条路 才能真正活出圣州 这是天主的道路 是谦卑的路 这是耶稣的道路 他没有其他的路 若没有屈辱 也就谈不上谦卑 天主贬义自己 位与祂的子民同行 为忍受子民的不忠 教宗以出古迹为例 谈到天主 是他的子民脱离奴役的境地 带领他们走出旷野 来到自由之地 可是子民却怨声载道 天主子取了奴仆的形体 在谦卑的路上一直走到地 教宗解释说 谦卑也意味着服事 意味着给天主腾出空间 空虚自己 一如圣经所说 使自己空虚 这是最大的谦卑 是最大的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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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纪役的人 这些谦卑 不在谦卑 你会有纪役的人 不是这么大的谦卑